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上次讲到的课本的第22页 对不对 好 对不对 地价税的部分 地价税唯一要注意的就是用地价总额 同一个直辖市或县市地价总额乘上税率 税率一定要备的 基本税率千分之即10 超过累进期限地价 你就被5 10 15 20 20以上 税率分别适用累进税率多少千分之 15 25 35 45 55 最高税率千分之55 对不对 然后你再看过去的你要被累进差额 适用累进税率是要累进差额啊 所以累进差额我们前面讲过的 你要被5倍以内的 你是乘千分之15累进差额用 累进期限地价乘 后面多少呢 往上被千分之5 65 175 335 545 一定要把这被起来 不被不行 上考场就是基本应该配备 计算地价税的应那税额的基本的尝试 然后接着往下呢 再看到后来就交到 只要上礼拜没来 再注意一下上礼拜的 接着往下就进到了 下一个部分就是 优惠税率 致用住的优惠税率 一定要是致用住的用地 面积不超限 抬头都市土地多少 3公亩 非都市土地 7公亩 对不对 7公亩 那他的优惠税率是多少 基本税率的五分之一 基本税率千分之十的五分之一 就是千分之二 对不对 这一定要备的啊 另外 还有一个 我讲过的 只要没有累进就是优惠 使用住宅的优惠税率千分之二 答案是 国民住宅 劳工宿舍 比照办理 对不对 好 再来接着 生产事业用地 基本税率千分之十 那生产用地是指哪些 我上个家你背过了哦 白天去哪里上班 工矿工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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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以后去哪里走走 公园体育场走走 假日去哪里走走 假日去哪里 乱讲 假日去动物园 假日有幸活教的就去寺庙 没去活教的去教堂 什么教都没信的 名圣古迹 然后去校外走走 要不要开车 要不要加油 开车要加油要停车场 这些就叫做 十阶生产事业 他就是千分之十 不会有难备啦 可是刚才会考问答题 他会考问答题 所以你要特别想 万一考出问答题 对不对 土地税是一定会考的 尤其你们考地方特考 他怎么不考土地税才奇怪 地方特考大部分都到地方政府上班 当然是以地下税为主轴 地方税为主轴 所以土地税 不管考哪里高考浦考 或是地方特考三等四等 土地税正常就要掌握一体 掌握一体计算题 好不是计算就问答嘛 好后来变成一个公共设施保留地 在还没有发生公设地以前公共设施保留地 已经盖房子的 已经盖房子的税率多少 自用住宅 千分之二 那如果没有盖房子就是千分之 千分之 什么乱讲千分之十 公共设施保留地 千分之六 如果跟使用中的土地隔离 完全隔离免税 这一定要备手 因为你要考四等 不会太难考 但是就要备手 就是要备手 就这么简单 好 再来接着往下的 那前面的中所 营所 营业 遗产 趁雨 你要上下车 自己要回去复习的 你们今天的课是上最多的 因为前面的 记账师那边上下车上了二十六节课 上了二几节课 二十五六节课 加上这十二节快四十节了 快四十节 所以那前面自己该复习 好 再来接着往下的 再看到二十二 看到二十二 因为他们记账师教的比你们更深入 教的比你们高不考深入 因为他们要考很多计算题 你们又没有考很多计算题 所以你考会计师 或是考高考 或者很少考计算题 所以你们教的深度 没有记账师深 但是你们教的是问答题比较多 比较多 两个不一样的考法 不一定的考法 同样内容 可是考高不考 地方特考 跟考计量室 方向不大一样 同样东西不一样 他们都计算了 因为他们可是一颗 世贸食物 所以计算 一直算一算一算一算 你们 很少算 背啊背啊背啊 你们就是背啊 你们就是背啊 对不对 所以以后记住看到计量室比较强不起他 因为搞不好睡晚你不会比较强 因为算的他很厉害 算的他很厉害 但是背的他们不行 他们 他们几乎不考问哪题啊 他们几乎不考问哪题啊 好 来接着往下了 看到第八 公有土地 公有土地按照基本税率就是千分之十 画起来 但是公有土地跟公用使用 免税 公有土地跟公用使用 免税 好 再来看到下一页 公有土地第十七条 公有土地按照基本税率去开征 所以你们这些公家机关 你要在地价税开征前40天 把40天画起来 来到税源处去看一看 核对一下对还是不对 你只考40天嘛 好 再来接着往下下列的公有土地 地下税填付全免 下面这些公有土地 那这用拆的就好看一下就可以了 第一个做公共使用 刚不讲公有土地做公共使用 画起来公共使用 那就免税啊 接着第二个 给政府用 公有土地给政府用 当然是免税啊 开什么玩笑 那总统府 总统府的用地 公有土地 然后给总统府用 还要刻什么地下税 升级命 为什么 左所进 右所处 民荡费人力干嘛 免税嘛 对不对 国家对国家 所以公科及政府机关使用 还有 自治传理就是民意机关使用 以及员工宿舍免税 当然是不包括公事业使用在内做生意的不算 做生意的一定要缴税 做生意的 事业就过后做生意的 好 再来给军队使用 免税 第五个 给工地医院使用 免税 第六个 工 工有土地工 工家的隆林渔木工旺使用 免税 工粮食管理就要免税 还有工贴工路 只要是工有土地工这些使用 答案都是免税的 第九 饮水蓄水泄水 水利设施及各项建议也是免税 十 政府无常配供平民居住的房屋 画起来贫穷的贫 免税 不是平均的贫 贫穷的贫 免税 工有土地来做民胜古籍纪念先贤先烈的士堂 免税 或是公募 台北市不是有中列池吗 就免税 工有土地 好 再来接着观光主管机关闭为 观光事业使用的也是免税 第二点 打三个星号 工有土地如果是政府你把人家征收收购 或是受拨用取得 所有钱还没登记以前 那么 提前适用免税 征收 从征收确定之日起 第二点 这里叫做提前适用 提前适用免税 提前适用免税 提前适用免税的规定 提前适用免税的规定 好是征收从征收确定之日 画起来 收购从订阅之日 受拨用 从拨用之日 通通适用免税 这叫做提前免税 好 下一页 第九 空地税 空地税 那基本税额 加增二到五倍 基本税额怎么求 基本税额就是基本税率嘛 等于 地价总额 存上基本税率 一般土地的基本税率 是不是千分之几 十 用这个金额 加增二到五倍 用这个金额 加增二到五倍 空地税 前面讲过 上礼拜教过的 什么叫空地 可用而不用 或低度使用 通通叫做空地 对不对 什么叫做可用不用 马路开了 水沟挖了 电线权 树的 自来树权 牵的 可盖 你为什么不盖呢 或是低度使用 建筑面积不及所在地 申报地价的百分之十 结果认定因真正改变重建的土地 就叫做空地 所以空地解释名字你要背 你要记住 你们考国考不管考三等四等 你是问答题为主軸一定要背 一定要背 听懂 好 你不会背 你不适合考国考 那不然就不要考三四等 你考五等 选择题 猜猜猜猜 猜猜猜猜 五等不是全部选择吗 对不对 你猜吗 背不起来你用猜的吗 只要听过就会猜吗 大概有半熟就会猜的吗 但是 因为题目简单嘛 每个分数要搞 每一个分数要搞 所以我最要考九十的 因为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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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会猜啊 那题目又不是很难 考五等就要九十啊 那这样国文来平均一下 八十几分才会上 不是他很难考 而是因为题目简单 所以分数就很高 八十几分 但是录取人数也比较少 因为 那种打杂的人不需要太多 到公安机关做最轻 最简单的打字啊 送这种公文啊 那些影音啊 那些不用太多的 对不对 所以正常情况在国税局 或税猜处 这种人是大概这样的 高考或三等的 高考或是三等 大概六 普考 跟四等的 大概三 五等的 或是初等 大概就一 因为我需要是 积增人员啊 所以我当然要大量入取这种人啊 所以这个名额比较多啊 这个也可以查账 但是这个不用那么多 这个送公文打字的更少啊 成立资料的更少 听懂吗 所以考这个是最少的 好 那当然 薪水比较低 中华没有公家计划就这样 不管你学历是什么啦 你就是博士考上这里 一样三万二啦 你是博士的 考上这里三万二 好 但是问题是博士考不上 好 除等考是每年都最少十个以上的博士去报名 结果一个都没入取 好 再来接着往下 博士他认为很屌 不是不喜欢背了 不喜欢背就永远考不上 就这么简单了 没什么话 好 下一个 所以空地税加完了 请同学看到下一页二十五页 试音学第四五条 试用特别税率就是刚刚所讲的优惠税率 原因事实消灭后 花钱三十天内要跟GN圈报备 哎呀我现在没有自住了 来加我的税吧 三十天内叫你做什么事情 你跟他讲说我来跟我加税 我现在本来自住嘛 现在没自住我现在住人了 你要主动通知他 不适用优惠税率 听好吗 好 再来接着往下 加征控地税要经过职业市 县市政府 县市政府拟定报行政院核定 所以县市政府没有权利加征控地税 他可以报上去 报谁 报行政院核定 因为管土地是谁 行政院的内政部 内政部在管土地啊 但是内政部属于行政院管的 听懂吗 好 再来接着往下再看过去 第十 下一页 下一页了 私有土地 刚刚讲工有土地 免征 私有土地 有免征也有减征 看到第一个 财东法人或财东法人所新办的私立学校 全免 第二岁田务全免 私立学校用地 全免 不错吧 你们看到私立学校土地面积够不够大 够好大 随便动辄的在 设在郊区 随便都十甲 五甲 对不对 随便都这样郊区的 全部免得地下税 好恐怖 好 那全台湾所有私立学校都 名字都成立 财团法人主持 听懂吗 好 再来当然是 后面就画起来 私立补习班韩寿学校没有免税的规定 画起来 私立补习班没有 韩寿学校没有 台北市以前有一家专门做韩寿的学校 高职 在那边山上不知道哪一家 忘了 光荣补习班还是什么 忘了 光荣还是哪个学校 有一千啊 我读书那时候 我读书那时候 读高职高职那时候 有 现在没有 现在还没有不知道 哪一家专门做韩寿的 那就有没有免称 没有 好 再来第二个 私立的 私立 私立的社会教育机构 全免 但是要办法财团法人组织 再来第三 私立公园对外绝对公开化 不以营利为目的 减增百分之五十 私立公园 但是 如果成立 采访法人组织的话 减增百分之七十 台北市 台北市不是 在兵议馆那边不是一个叫 荣兴花园吗 没有啊 兵议馆那边 民族路那边不是有兵议馆吗 你到底是不是台北人啊 台北市人 不是又不是的 好 民族路那边有一个兵议馆 没理由大饭店 对面那边有一个兵议馆 台北市第一兵议馆是不是 那边旁边就有一个 前面就有一个叫荣兴花园 总经过荣兴花园吧 那私人的公园 只要合乎这个规定的话 对外绝对公开不以任何目的 减增百分之五十 那如果他是荣兴花园组织 是可以减增百分之七十 可以了 好 再来第四个 施力农林鱼木做试验用的减增百分之五十 第五个 均事业主管就跟合准设立的施力医院免税 施力医院监学机构社会救济慈善机构免税 但是不可以用同业公位同乡会同学会 中经会都不行 那没有免税的规定 再来 但是 但是 好 再来接着往下的 我们再看过去的下一个部分 但是会促进公众利益的事业 经由当地主管基因机关 报警直辖市政务合准免征者外 对不对 剩下都要以财产否认组织才可以 才可以 再来 金合准设立的施力公墓 其为财产否认组织 后面就发起来不以盈利为目的 免税 但是你会发现 鲜远在的施力公墓 是不是盈利为目的 当然是 不要比谁要贵 对不对 所以当然可不可以减证 不行 不像你站在那个金山那个邓丽君的墓的旁边站看看 一坪可能一百万 客人灯 客人跟台北市的中校东路的地价一模一样 一坪一百万 对不对 好 所以能够住在那里就等于跟住台北市的豪宅一模一样 好 再来 绝着往下了 看到 第八 金事业主管集团核准新办的农田水利事业所有银水蓄水减增 好 签免 办公室的减增百分之五十 更过分来了 实力的宗教团体寺庙办妥寺庙登记教堂登记 对不对 以传教为目的的 他的地价税通通全免 所以没看到满街都是教堂 满街都是寺庙 只要他成立有寺庙登记或是 或是我们的教堂登记 草团法人组织都是免税 好 但是你可以发现所有基屋教都有成立草团法人组织 台湾所有的宗教 活教或是道教很少有办寺庙登记 所以有没有办法享受免税 没有 但是基屋教都有 有一个小小的庙 然后每年要报收支给政府 你知道社会局每年要报 开什么玩笑 台湾的小寺庙都是以盈利为目的 好不好 小的 小的不是大的 小的 那么啰嗦 每年跟人要报睡一样啰嗦死 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地要睡脚就脚 算了 听懂吗 那个类似报税啦 不是叫你缴税 但是要把收支明信通报社会局 所以他不要办 不要办 好 再来 接着往下 可是 教会他一定会办 为什么 你不办教会 你不办草团法人组织登记 他们信徒兼的权 你知道基督教他们是很虔诚的 每个月兼薪 每个月兼薪水百分之十 直接扣掉 真正的教徒还受洗的 每个月薪水百分之十 直接捐赠 然后每次做礼拜还要再兼钱 你最起码要投一张红红的吧 做一次礼拜 两个小时就来投一张红红的一百块吧 一个月四次 再捐薪水百分之十 那是很伤你知道吗 那是很伤的 所以他要不要报税 要啊 你没有成立财团法人组织 可不可以报税 不行啊 所以同学 所有的 所有的宗教 尤其基督教他都有成立财团法人组织 对不对 所以因为他们这个规定 有着受洗的信徒要百分之十当捐赠出去 你不能欺骗艺术物 你不能骗他 好 所以他们是很凶 需要这个收据 裂报 捐赠啊 所得税也法的捐赠 扣除额啊 对不对 对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捐团理 教会也可以叫公益慈善啊 好 听清楚啊 好 再来 接着往下看过去的 好 无偿送给政府使用 当然是免税啊 再来第十一 各级融会仪会办公厅及其处所 减增百分之五十 再来 第十二 金主管集团依法指定的私有的骨祭用地 全免 下一个 十一 无偿公公公公使用 看到这个条件 制造免税的 不用看 但是 后面就要画起来 法定空地没有免税的规定 什么叫做法定空地 你 你们家这一块土地长得这样 三十平 国家规定 土地建壁率假设是六成假设 你们家就屋前屋后就没有盖 房子盖在这里 屋后这个就叫做法定空地 防火箱 那防火箱 哪一家后面没有防火箱 是因为你们拿到 使用执照以后 你爸爸就偷偷又把它盖起来了 不是吗 那叫为一张建筑 台湾都这样 三十平盖 百分之六十十八平 那么小 后面 防火箱再盖起来 听懂吗 那叫为一张建筑 大楼也有法定空地 大楼也有法定空地 大楼有 你们看大楼前面都七楼 有 大楼有 好 大楼 大楼外面也是要留啊 不知道水库排去哪里 你有啦 大楼旁边都有水库 只是在地下而已 你看我们大楼不是在地上啦 你们家在地上 水库在地上 他们大楼是在地下啦 听懂 好 那都是法定空地啊 对不对 好 一定要有的 不是旁边就是前后嘛 对不对 好 再来接着 往下的 那叫法定空地 可不可以免税 浪费多少面积啊 一楼 其楼下面走 人给你走 二楼上面盖好房子 那对不起 你 你减税 楼层加一 分之一 盖一层楼 减称二分之一 其楼的 土地的面积 减称 盖两层楼 减称三分之一 楼层加一 就对了 看你盖几层楼 所以你看到一 地上有建筑物一层 减称二分之一 是不是楼层加一分母 两层楼三分之一 三层楼四分之一 四层楼五分之一 楼层加一 最少简称五分之一 老师站这个地方一定是七楼 楼下一定是七楼 楼下一定是七楼 对不对 好 再来接着往下的 正常应该这个地方楼下也是七楼 五家饼在这个地方嘛 下面七楼 下面不是有左廊吗 一定七楼 楼上有建筑物啊 正中大楼九层楼 最少简称五分之一 最少背起来五分之一 好 再来接着往下的 好 接着往下 看到进建跟现建 进建就是不能盖 建建可以盖 但是不能盖太多 所以你看在我们这边最清楚的 中校东路 不是啊 重庆南路 离总统五那么近 靠近总统五附近你看看 你可不可以盖大楼 不行 你盖的高度不可以比总统五高 为什么 在你们家拿来技箱扫射总统就好了 上司节国际渔兵 瞄准他直接 就好了 直接就好了 所以没看到 重庆南路附近的 限制建筑 地方 不可以超过重庆南路的高度 或者你天天举沙总统就好了 听懂吗 OK 那就叫现建 可不可以 可以 你放心啦 重庆南路附近都是公家机关用地 都是公家啦 有没有看到 国防部啊什么部都是公家 旁边做个学校 他叫北一女 不是吗 现在就法院了 所以重庆南路附近都是公家机关啦 你放心啦 他早就规划好了 旁边 根本不让你有私人的用地 好 再来 接着往下所以 看到一 只要看到现建 画起来倒数第二行 简真百分之三十 所以重庆南路附近都现建 不可以超过五成了 好 再来禁建 建真百分之五十 当然是假如禁建 完全没有任何收益免税 所以要背起来 限建百分之三十 禁建百分之五十 假如因为禁建通通没有收入 就全免 比照办理 后面十四 军事用地看到了 对不对 好 水源水质保护区 水源水质保护区 我们可以看到 住宅区减称百分之三十 商业区减称百分之二十 冗业用区减称百分之五十 好 十五 明胜古迹 看到一 建造受到限制 旁边互助就是限建 根本不用背 看到这字就知道 专业名字叫限建 减称百分之三十 下一个第二 看到禁建减称百分之五十 不用背 看到第十六 飞航管制区一 禁建 禁止建筑 画两个字 禁建 减称百分之五十 完全没有收益免税 二 限制建筑面积 画起来限建 关键字就是这样背就好了 减称百分之三十 所以这个地方 不管出什么 你会看到限建 减称百分之三十 看到禁建 减称百分之十 禁建因此没有任何收益 完全免税 可不可以 可以 下一页 十八 好 好 看到十七 主计划发布 细部计划还没发布 减称百分之三十 一个地价我跟你讲 从都市变更到主计划细部计划 然后再可以变更的可以做好二三十年 它的流程要跑二三十年 它的流程要跑二三十年 每天想要那么简单 对不对 好 十八 山崩地县流失 全免 不能使用 全免 再来四九 基存 地价税由直辖市 它是地方税嘛 地方税你要举一反三 由直辖市政府县市主管机关 按照地震机关编送的地价归附清测 即地价异动变动资料每年征收一次 所以同学税源处课征地下税资料从哪里来的 地震 地震给他的 地震给他的 地震诉说给他的 所以 你不是到地震诉说申报地价吗 对不对 然后有买卖不是换人吗 地价会不会变动 所以 台予凍 一边 等待来 谈 的 也 如果你